公祥宇 公祥宇同样来自江苏队 她从青年队到国家队的进阶速度 甚至超过了朱婷 一年前中国女排拿世界杯冠军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在青年队 我记得当时我是拿着手机用流量看的 中国女排达日本 那场球是3比1赢了 我特别特别开心 没想万万都没有想到 可以说连梦都不敢做的这个 第一年参加女排联赛 就进了国家队的大名单 我就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 我们迎带来的是2016年 中国女排的国际赛事的首秀 中日对抗赛的第三场 达之和田达的忘忧都出现了 我们带来看一下中国队今天出发 副公园新月主宫朱婷 另外一个主宫是张长宁 然后接应上了小将龚翔宇 这是一个看点 然后二传手是丁霞 然后另外一个合宫手是严利 自由人我们使用成长 那么这样的 因为日本女排呢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一直没有上她的全主力 身高1米95 我们看中国队这几天 打整个人员上是有变化的 但是轮次上呢 还是一二点 还有前后排结合的节奏 还是非常吻合的 那么攻守我们看 不管是强攻也好 还是快攻也好 基本上都是打 都能打正球 都能发上力 你看龚翔宇 龚翔宇是来自江苏瑞的小将 今年第一年入胜国家队 好球 龚翔宇的防守 这边的直线 然后用于在三米线以内 上球并不是非常的好上 一个是角度的问题 在一个节奏 应该是龚翔宇今天拿的第一分 在二号位进攻打了一个大接线 你看这个线路打得非常清晰 正好打到后排频道 比较的 到手球的 它的这个掩护性也不是非常强 所以整个也是在我们中国队 篮网的这个节奏里面 我们孙沙之的进攻能力 确实是加强太多 终对16比7大比分领线 给龚翔宇了 得到的几次扣球的机会 都会非常赶下手 而且这个球传给龚翔宇也比较低平 这个球是阴差阳错 闪头球 快快球配合 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第一局中国队是大比分获胜 第二局日本队攻下摇先发球 日本队从第一轮开始打 训练当中整堂课都能全部跟下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第一局打完之后 我们整个一攻的系统和节奏 把抗的和打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又刮一个篮网 又张昌宇在四号里 手握最后拐的这一下 确实离界内太远了 又来一个篮网 中国队其实现在对发球这个项目 这个训练性是要求非常高的 只会在前面 其实主要是在第一场我们发球没有发出来 大家可能太想发好了 而且他这个时候也是赶上 日本队篮网最强的一个点 同步队里江的前台 水通相遇了 再给 因为这个就出去了 今天这两个出攻 袁新月和翻差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就是在速度上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对球发的质量非常好 中北没有多米尼加 南美洲有秘鲁 秘鲁和哈萨克斯坦应该基本上就是打酱油的 主要是六支队伍争夺四张门牌 本来是八支 好的 好的 成长的这种二次调功 在自由人里面垫的是非常的稳 上球上的也是非常的好 就是直线 好球 成长的这种三支队伍争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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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支队伍 好的 球上的非常好 跳传到四号位 不停的平打开的节奏打的还是不错的 球 好球 陈展 陈展今天表现确实不错 很稳 该起的球全部都起了 然后起的效果也很好 再来一个篮网 破坏了对他们进攻 他的进攻质量没有那么高 就会显得你篮防的效果更好 对 它是一个整体 所以我们看 尤其在后排啊 遗传的保证 相对来讲相对还是比较稳定 漂亮 就是陈展的防守 有效篮网 银枪宇这个球直接上过了对手 好的 切小切线 切的很漂亮 切到肩内了 但是朱婷的二次调弓 调的也很舒服 只有船调的 只有这种二次调弓 船都舒服的情况下 弓手在打这种调弓啊 才能打出这么斜的线 那又是二船手 传这种冲网球的时候碰网了 那又是二船手 传这种冲网球的时候碰网了 不停的后肩就要绑起来 再给和尔共湘雨 这球也打得很飘 再电到后肩 这球好球 真果断 这个球我们看 袁新月的反应也非常快 这个他确实往前的防守 在这些两年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 对对 小环节啊 这个环节其实是我们在上一个周期很缺失的 就是复工 对于网球 所以他现在这个局面 不管谁来打 谁来担当这个主力 我觉得日本对他就是 现在目前就是这个水平 好球 是龚湘雨在四号位的扣球 这是我们的反轮 也是超手 龚湘雨是来自江苏的一年级新生 他身高也是1米86 1997年出生 上个赛季也是联赛江苏队的主力接应 嗯 又是热 漂亮啊 好球啊 这是调整的游水平 这就是同样是冲冷球 还是要手上功夫 因为这种球你处理不好 就变成吃球了 对 龚湘雨 啊 开始你们对的防守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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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 张海明的跳球 表现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是一传的节奏 然后再就是防守的这种感觉 起球的这种效果 又一来一个 执行游戏 两次都没有打过去 再到牧村沙之这一边 弄得有效篮网 反击来了 不常与这次变了 前面打几个斜线都被卡下来了 这次变直线 有意识地打直线 招着对方 外侧篮网手打 然后绑起了好多球 效果也非常好 这种招着 无人在场上打 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漂亮 宗湘宇的 这是丁霞的演乐 好球 又是丁霞的防守 对方直接电到了我们手里 直接配一个小鞋线 直接配一个小鞋线 再给江天幸泽 这个球没有传好 你看这个球 日本队好不容易获得的机会 攻下摇的 就是江天幸泽的后三 丁霞顺手一个处理 好球 云生宇的后二 这次也是发得不错 今天张上林的小鞋线 刻的非常多 漂亮 成长的防守 随着现场 观众最大的欢呼声 现在对今天这场比赛 干脆地露 战胜了日本队 获得出生的 结果 并且快乐